首先我们来关注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 在纽约时报方面我们看到 纽约与华盛顿的司法人员调查法国巴黎银行 以及瑞士银行的高管是否涉及不法行为 伊拉克的骚乱降低了马利基胜选的可能性 华盛顿邮报的头版新闻是 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逐出NBA 终身不得参与比赛相关活动 俄克拉河马州执行死刑出现差错 州长下令推迟另一起死刑的执行 核能公司艾斯隆以68亿美元买下了Pepco电力公司 近日美国报伊拉克在骚乱中举行大选 高涨的房价与贷款利率让想买房子的人望而却步 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逐出NBA之后 美国拳击手梅威瑟有意买下快船队 华尔街日报的头版新闻是 根据华尔街日报与NBC电视台所做的民意调查 即使面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 多数美国人仍然希望美国减少参与国际事务 最后是洛杉矶时报 快船队老板斯特林被逐出NBA并且被罚款250万美元 国防预算以及航天预算的可能削减 促成了多家航天公司的合并 基金分子再次占领了另一座乌克兰城市 好 以上是今天美国五大报的头版新闻